我刚看了新闻啊 我真是特别的着急 也特别的生气 然后我必须得上来录一段 然后我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事 我刚才看到新闻啊 就是有的年轻人在养了之后 马上的去选择锻炼 然后并且这个使劲的炼 比以前还要超负荷工作 然后就出现了这个病危的情况 然后现在居然在医院里进行抢救 并且还不是一例 然后我就想说 真的这个病不要大意 因为我是刚刚养完了 我是养康的人 我是了解这个病症的 这个病症得了之后 它真的会让你浑身无力 并且关节酸痛 我是只出现了低烧 但很多人都是出现高烧的 如果一个成年人 他烧到39度 那本身就是要命的事 然后你这时候你说我不管不顾 我开始锻炼了 我就是想说咱医生要强 但是咱有个度 好不好 就是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就这个时候 你需要休息 不要去这时候妄想 说我通过健身 然后去强身健体 这简直这就是瞎掰呢 你说你平时你游泳 你健身 你跑步 它对身体再好 这时候你生病呢 并且这种肺炎 它本身就是会让你的这个呼吸变得不畅 你再增加你的肺活量 你说你这个病情能不加重吗 就是咱真的咱听去劝 咱就好好的跟家养着 这时候咱也并想着说什么锻炼了 什么提高免疫力了 什么怎么着的 先保命 把这个自己的健康先保护好了 比什么都重要 接着是第二点 就是我现在看到好多啊 全国各地 那都是 第一 要么就买不着药 第二 就是买着药了 完了那药 那药盒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都抠个大洞 完了都让人买药掏走了 我也是挺着急的 因为我们家当时也没有现场买着药 我们是之前就剩了那么一点 这个药 那个药的一样剩了那么一小点 正好我们就凑合着吃了 而且我们可能这毒株比较轻 所以我们家就没怎么吃药 就好了 这属于是外姓 但是我就想说 只能说给点建议吧 就是没买着药的那些人 知道你们特着急 肯定也在想渠道买 但是我想说 我作为一个阳康 并且我们家是老中青三代 同时阳的 我还是有一些经验的 买不着药 咱先不说着急去买些 肯定是慢慢的找地买 但首先啊 你得先把你自己的 自身的这个营养水平和你的这个免疫力 先给它调节起来 怎么调节 你比如说咱们小时候得了肺炎或者说咳嗽 多喝里水 去火 然后呢 生金 这个化痰 那里水 你包括超市里也有卖那个秋梨膏的 喝一喝 你包括不要再吃一些不好消化的了 吃一些这个有营养的这种健康的粥啊 有条件的啊 咱熬一点什么鸡汤 咱补一补 咱虽然说要 咱马上咱买不着 咱排着买 但是咱自己 咱也把这每一顿饭 咱先安排的 让自己的免疫力提高了 对咱们病情有帮助 多吃些生津止渴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 有条件的 其实你多喝这些滋补的汤 也是很好的 咱不说别的 你说这女同志 她生完产 她对身体消耗那么大 她多喝这些汤 她其实也是对身体机能 这一个补充 对不对 包括我看还有的地买不着 桃罐头 也没关系 你看我们北方 得病了 是都爱给孩子买这个桃罐头 但实际上 我们得了这种发烧 感冒 咳嗽的这种病 也可以买西瓜吃 就是咱没有桃罐头 咱买个大西瓜 咱生病的时候吃一吃 西瓜它也是水果 它也可以给我们人体补充水分 然后呢 让我们生津止渴 化痰补充一些维他命 多好呀 所以咱抢不着桃罐头 咱能换一条路 咱就改吃西瓜 咱别说 抢不着药 都去抢药去 完了 其实还有很多路都能康复 所以大家呢 就多换一种方法 多开动一下脑筋 最短的时间 能让自己提高免疫力 康复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好 好 好